如果您很在乎居家风水 那么你对陈丽美总监的科学风水概念 绝对不陌生 今天这栋别墅 透过陈丽美总监团队的调整规划 不仅视觉大气非凡 更隐藏了配合屋主夫妻俩的五行风水在其中 别墅的设计对总监来说 其实是已经非常驾轻就熟的 不过听说这个别墅一开始的时候 好像就遇到了一些结构上面的问题对吗 业主一直期待自己拥有一栋气派的别墅 可以兼具家庭度假及私人招待会所 业主本身非常好客 时常的招待亲戚朋友 他希望设计风格是朝奢华古典 可以彰显气势 但在接受业主委托设计之前 结构已经成型 所以我们以既定的结构 尽量完成达到客户的需求 那既然结构已经都定型了 那总监你怎么来规划里面的 这个格局空间呢 当初建商规划的大门是非常的宽大 而且玄关是独立的 但是反而客厅比玄关还小 无法彰显大气 既然结构是无法改变的 而且筑体也无法移动 所以我们就让客厅玄关成为开放式空间 让柱底成为电视造型墙的一个部分 这样子的话让客厅显微更豪华气派 而且窗户的旁边这一个是兼具有电气柜的功能 另外在玄关的正后方 我们设计为收纳柜 而侧边的柜体 我们分别为鞋柜跟精品柜 我们同样是以对称的方式 作为空间的呼应 这上一开始规划的格局 好像有一些地方跟风水是有抵触的吗 是 因为它的一楼的客厅的上面是厕所 再加上它的厨房的上面也是厕所 这个在科学风水上是抵触的 所以我们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平面配置 所以调整后我们坐在客厅楼上 就没有厕所 或者是在厨房我们煮菜的时候 楼上也没有厕所了 是 对 我其实很喜欢玄关门口这个 非常漂亮的石材 这石材的材质也很特别 为了营造整体空间的豪华感气派感 所以我们带了业主去挑选石头 刚好挑中了这片蓝宝质地的玉石 它像钻石般闪亮的美感 有迎宾的气势 也象征着石来运转的好灶头 而这电视墙的正面石材墙 我们选了具备了宝石的光泽 且晶莹细致 当灯光照射下隐约的可以看到闪闪发亮的光泽 象征着吉祥幸福 整体空间所营造出的古典奢华感 让屋主非常的喜欢 除了石材啊 听说屋主也很满意整个的风格 还有很多细腻的一些手法在这里面 是的 我们为了呈现古典奢华感 我们用了很多的雕刻的线板 因为中间有一道梁 它影响了天花板的高度 我们特别设计了圆形造型天花板 以及多边形的天花板 加上了雷射切割雕花设计 使得天花板的造型更具备层次感 不受原先凉所造成的高度限制 更运用了天际线 连结了客厅与玄关的天花板 让整体空间显得更宽阔与大气 可以看得出来陈总监你们团队的用心 从科学风水 还有整个风格华丽的呈现 怪不得屋主这么满意 我很喜欢客厅整个的色系搭配上家具 气势感非常的有 而且颜色也觉得非常饱和 想问一下总监在颜色上面你怎么来做搭配呢 业主希望透过丰富的色彩来增加居家的空间活力 以及透过五行补色来天真运势 五行补色增加运势是我第一次听到 感觉非常的专业 所以在空间跟家具的颜色选择 我们以白色为基底再搭配三色为空间的辐射 有金色 蓝色 红色的呈现 业主告诉我们 男业主缺水而女业主缺火 所以呢 我们在沙发跟窗帘分别用了代表水的灰蓝色 以及代表火的红色 这样让我们空间显得更奢华与时尚 没想到运用我们家具的颜色就可以补我们的运势 而且这些家具在颜色还有款式上面 跟整个空间的调性是非常符合的 我们公司采取全方位整合服务 我们除了室内设计以外 我们自己有家具工厂 然后也有自己的家具门室 我们提供了室内装修工程 以及家具家室的配置服务 所以可以提供业主一站式的美学服务 哇 那真的很方便 找到总监剩下的事情都可以搞定了 那我们进到了餐厅的区域 就要有更多的机能来做融合了 我们看到了有吧台 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鱼缸 女业主希望拥有吧台 而且有收纳功能 男业主则希望有鱼缸 因为人招财 对 鱼也是招财 所以这也是一个风水上面的设计 是 是 是 对 而这餐厅的感觉 感觉它好像风格比较偏 有一点点现代感的感觉 是不是因为女业主的喜好呢 对 因为女业主她喜欢时尚的感觉 在吧台区我们运用简单的线条 并加上镜面的材质 搭配时尚感的吊灯 让吧台区呈现出古典现代感 果然也在吧台两个风格的搭配 有一些灯光 再加上后面放了一个展示区 就可以把男主人真爱的酒展示出来 我们今天了解到 庭园别墅在一开始建筑体上面的规划 思绪就一定要相当的清楚 才能够避免未来日后不必要的困扰 当然经过我们陈总监 巧手的调整之后 一楼的公里域空间就变得非常的圆满 想要看一看楼上还有什么样的格局规划 还有哪一些细节跟手法呢 下个礼拜不要忘了同一个时间 继续收看我们的幸福空间哦 超大读动别墅的规划 看完了宫领域的升华质感之后 我们下一次将带你去看看 私领域空间 有为屋主量身定做的贴心设计 媲美新级饭店的卫浴空间 敬请期待 想欣赏更多陈立美总监团队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